聯邦 退罰 聯邦 退罰 天津812特大爆炸地區的 數百名居民星期三 茂宇在政府舉行記者會的 飯店前舉行抗議 要求當局以實際行動 幫助他們挽回這次災難 對他們的個人財產 所造成的巨大損失 要回報 要回報 拒絕維修 拒絕維修 示威行動中 有人手持高音話筒 帶領眾人呼喊口號 協有訴求的標語非常醒目 示威者還不時向 進出大樓的記者表達訴求 希望引起輿論關注 示威活動中 短時間曾出現示威者 與現場警察對峙的場面 當地居民馬濤 在這次爆炸事件中受傷 同時房屋財產受到嚴重損失 他說 就是衝擊波過來的時候 我為了保護我老婆孩子 然後玻璃碎了 把我的這邊邊全都刮傷了 我們不要維修 因為房子已經沒辦法住了 包括它的污染和它的結構 肯定都受到很大刺激了 所以我們要求就是 一個是嚴懇兇手 再一個我們要求回購這個房子 大家都是新買的房 現在成這樣了 我們不能接受 一位女性抗議者說 他們給我們一個月兩千塊錢的房子費 但是兩千塊錢 我們能租什麼樣的房子 與此同時 天津市政府舉行的記者會 在大樓舉行 天津市環保局工程師包景嶺說 累計共有25個點位的氫化物檢出 其中8個點位超標 超標點位全部位於警戒區內 那麼最大的一個超標點是277倍 天津市當局舉行的這次記者會 除談及事故環境檢測 傷亡與救助進展外 沒有正面回應樓外示威者 對財產損失的訴求 民眾抱怨說 當局只為受損住戶 臨時提供每月約兩千億元的租房補助 對此房屋用戶非常不滿 另外他們表示 對當局評估事件財產損失的進展 一無所知 有輿論說財產損失補償 涉及政府監管責任外 還與保險理賠 事件司法責任認定等諸多方面有關 如果這一過程旷日持久 最終受害者還是普通百姓 美國之音VOA衛視新聞報導